中央鄉清水村求新民眾 一早在住家旁菜園群試時 卻發現廢棄的機舍內發出奇怪的聲響 向前查看卻發現四隻石虎 就立即通報集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前來查看 我知道10點左右 鄉鄉有這裡過的時候 感覺我記得我裡面有東西在營養 所以我就去看看 結果看了 真心就好了 我再給他協商起來 到通報保育中心 才知道這隻的確就是好 實在很難得說在我們鄉頭有這個東西出現 他應該是今年才出生的個體 那因為他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其實我們第一時間就會覺得不大妙 放到籠子裡其實就發現他的後腳確實是受傷 而且已經有流血狀態 所以我們會盡快回去跟獸醫 請獸醫確認 那他可能受傷的原因是什麼 南投縣青城溪流生態保育協會總幹事也到場關心 雖然能夠看到保育的石虎相當開心 但也憂心石虎怎麼會這麼接近人類居住的地方 能夠在這裡看到石虎 真的是我們是非常的高興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非常的擔心 是不是因為山上過度的開發 造成他食物的缺乏 所以他才會跑到這麼人口密集的地方來密使 所以我們是也很高興但是也很擔心 其實石虎的生活範圍本來跟人就很近 包括在今年中療鄉推動這個友善石虎生態服務給付的計畫 我們在很多大陸馬路邊的那個農地也都有拍到石虎的出沒 其實石虎本來就是在這個區域會活動 經過一番折騰 研究人員終於捕捉到這隻石虎 但是放置籠子後仔細觀察 卻發現這隻石虎後製有受傷 所以將這隻石虎帶回檢查治療 今年來石虎保育議題不斷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 經由本次的事件也呼籲民眾 若是在野外看到特殊的生物 因放低音量儘速通報相關單位 才能夠確保彼此的生命安全 接著六勝中療採訪報導